鲜骨头很多朋友都爱吃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我们自宫官司头的味道 今天今天给你分享一个家庭煎蛋版的鲜骨头 非常的好吃 前后的鱼肉现在开始演了 一点鸡煎 白糖 大葱 少许红烧粉 搅拌均匀 把这个鱼子的低味给它抹一下 最后加点白酒 锅里面多准备点油 把鱼肉泡过油过 这样做鱼肉非常的鲜嫩 淋起锅倒菜子油 放花椒把这个打了 小米辣 咸辣椒面 炒香 加点脑子 然后加入一瓶薰水 生抽一勺 小维里点猫猫眼 水开过后就给一下兔子进去煮起 煮不到8分钟 鲜骨头煮到的就是一个鲜辣味哈 家里面准备点嫩姜的花肝 放准一下鱼 鲜骨头的小米辣必须要多了一点 还有这个辣味 鲜辣味 哎呀好愿意 放过7秒钟再煮个粉吧 终于可以出锅咯 再加一大碟 停掉油 哇塞 这一盆鲜骨头 你会没有鲜骨头 这样就像鱼铃铛 再买个鱼子回来 做个这个家常般的鲜骨头 你找哈嘛 味道自给的很 相当的正宗 简单又很好吃 出锅了 起锅大一点 鲜骨头 弟弟来哈 做个鲜骨头 这鲜骨头就做好了哟 强不像这家人嘛 你跟丁丁打个粉看 跟你一起吃的鲜骨头 味道一不一样 糖鲜味味的鲜骨头就做好了哟 丁丁这个版本的鲜骨头哈 是不同于厨子的 是在自己家里面 做的这种家常简单吧 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们也给自己学来试试看喽